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云服务公司正在积极投入AI伺服器军备竞赛。 回答,AMD的产品供不应求,他们全力向台积电下单,以应对云服务公司的大量订单需求。 台积电对AI相关应用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总裁魏哲嘉在4月份的财报会议上,调整了AI订单的预期和营收占比。 订单预期从原先的2027年延长至2028年。 台积电看好AI应用发展动能,表示伺服器、AI处理器今年贡献营收将增长超过一倍, 占公司2024年总营收十位数低端,low teams百分比。 预期未来5年四伏器AI处理器年复合增长率达50%, 2028年将占台积电营收超过20%。 为应对客户需求,台积电正积极扩充先进封装产能。 业界推估,今年底台积电CoOS月产能可达4.5万至5万片, 较2023年的1.5万片呈现倍数增长。 2025年底CoOS月产能更将高达5万片。 此外,台积电SOIC今年底月产能可达5000至6000片, 同样较2023年底的2000片倍数增长, 并于2025年底达到每月1万片。 由于大厂全数包下产能, 台积电相关产能利用率将维持高档水平。 台湾产业人士评估, 台积电近年CoOS封装月产能力争翻倍, 但是仍供不应求。 台积电之外的, 包括日月光、历程、晶圆电等半导体后段专业封测代工厂 OSAT今年积极扩大资本支出, 布局先进封装产能。 产业人士透露, 辉达已增援安靠、日月光等。 其中, 安靠2023年第四季度已逐步提供产能, 日月光旗下的锡品今年一季度也开始供应。 业界指出, AI需求强劲, 亚马逊、AWS、微软、Google、Meta等全球云端服务 CSP四巨头积极投入, AI伺服器军备竞赛, 使辉达、AMD等AI晶片大厂产品出现公布应求盛况, 并对台积电先进制程, 先进封装权力下单, 以应对云端服务大厂庞大订单需求。 据台湾媒体报道, 由于AI巨头徽达, AMD两家公司重视高效能运算HPC市场, 台积电2024与2025年, CoOS或SOIC等先进封装产能都已全数被包下。 徽达目前的主力产品H100晶片, 主要采用台积电4nm制程, 并采用CoOS先进封装, 与SK海力士的高频宽记忆体HBM, 以2.5D封装形式提供给客户。 至于徽达新一代的Blackwell架构, AI晶片同样采用台积电4nm制程, 是以加强版N4P生产, 同时搭载更高容量及更新规格的HBM3E高频宽记忆体, 因此运算能力将比H100系列倍数增长。 AMD的MI300系列则采用台积电5nm和6nm制程生产。 与徽达不同的是, AMD在先进封装上, 先行采用台积电SOIC将CPU、GPU精力做垂直堆叠整合, 再与HBM做CoOS先进封装, 因此制程良率多了一道先进封装难度较高的SOIC制程。 生成是人工智慧仰赖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 现在的做法是分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预训练, 第二个阶段是微调FindTune, 最后一个阶段是推理。 预训练需要大量的GPU运算, 训练一个月的成本就要1000万美金。 但是微调就不一样, 微调是用大量的数据进行标注微调参数而已, 所以并不需要大量的算力, 而是需要大量的高频宽记忆体HBM。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的最新报告显示, 受益于HBM高频宽记忆体销售单价较传统形地RAM高出数倍, 即使相比DDR5价格差距也达到了约5倍, 加上AI晶片相关产品的持续升级也使得对于HBM容量需求增加。 这将促使2023年至2025年HBM的产能及产值在整个DRAM市场当中的比重将持续提升。 在产能方面,预计2023年及2024年HBM将占整个DRAM总产能, 分别是2%及5%,预计到2025年的产能占比将超过10%。 产值方面,预计2024年起HBM产值在整个DRAM总产值当中的占比预计可超过20%, 至2025年占比有机会超过30%。 然而,顶级GPU太贵,中小企业享用却用不起。 GPU决定算力,HBM则决定模型大小。 群联董事长潘建成就曾指出, 群联以SSD取代造价高昂的HBM系统, 加上汇达消费级GPU打造, 将传统工作站升级为小规模AI伺服器, 硬体成本大幅降低, 尽管预算速度仍不如大型CESP运端运算, 不过相当具备成本优势。 他打比方说道, 比如,台北到高雄坐飞机其实最快, 但是高铁才是驾效比最高的选择。 知识力专家社群创办人屈博则指出, 电晶体越小,理论上晶片就越小, 一片晶圆能做出来的晶片就会变多。 所以,理论上单位成本会随电晶体的缩小而降低。 然而,先进制程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技术复杂度大幅增加, 特别是集子外光, EUV一旦用下去, 成本立刻暴增, 导致进入三奈米, 成本不但下不来, 反而是增加, 更遑论未来进入二奈米, 甚至一奈米。 无论是电晶体缩小来到极限, 亦或是成本因素的考量, 未来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发展, 就是采用先进封装技术, 把不同的晶片堆起来, 让电晶体的密度再增加。 日前,台积电已推出其晶圆级系统, SOW产品, 该产品允许封装大量晶片, 如罗机晶片, 复合SOIC封装, HBM和其他晶片, 以及在完整12英寸锡晶圆尺度上的 电源和热模组。 与COWOS和3D SOIC相比, 先进封装复杂性和能力的显著提升, 因为整个运算系统, 可能会被封装在单一晶圆中。 但区博也提醒, 台积电投入这一块虽然花了很多功夫, 但是先进封装这个领域, 英特尔其实技术也是很强的,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 在先进封装上, 台积电并没有绝对领先英特尔, 台积电是在先进制程上领先英特尔。 所以, 随着先进封装这个领域的重要性慢慢提高, 台积电并没有放松的本钱, 也可预见, 台湾相关先进封装设备与技术的供应链厂商, 未来应该会有不错的成长空间。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